字幕志愿者 深圳市長李志斌提醒回內地結婚生子的香港人 要仔細考慮才作出決定是否回深圳置業居住 因為兩地的制度,例如教育、醫療和福利未必適合香港人 而為了解決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在內地生子 李志斌表示正舊私為這些小孩設立國際學校 中國海關在台山市檢獲超過15萬隻翻版電影光碟 是中國海關破獲歷來最大批翻版電影光碟 台山市一間出口公司向江門海關申報 科目內是一批變壓器 經過檢查後,發現一共有15萬5千多隻翻版電影光碟 初步調查批光碟是由香港入口的 下一集的新聞會在10點20分